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三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 勇敢三明治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 关于勇敢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 诗篇56篇三节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亲爱的小朋友 在你的生活中 有没有令你感到害怕的东西 或事情 老师还记得 小时候我最害怕的 就是一个人晚上睡到一半 突然醒来 周围都是暗暗的 只有我一个人在床上 那时候我会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 不敢睁开眼睛 向外面看 当我认识耶稣之后 我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祂的创造 我的需要跟害怕都可以跟祂说 祂必定会保护我 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因为我们都是祂所爱的孩子 亲爱的孩子们 无论你现在心里有什么担心或害怕的 你都可以勇敢的跟天父爸爸说 祂一定会听到 而且看顾着你哦 让我们再一次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诗篇五十六篇三节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诗篇五十六篇三节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 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时常看顾着我 无论我是害怕或是勇敢 你总是爱着我 接纳我一切 我要把我心里面所担心的事情都交给你 求你赐给我勇气和力量 让我不用惧怕任何事 因为你是我最大的保护 当我依靠你的时候 你必定会赐给我力量 带领我去突破 谢谢你如此爱着我 垂听小孩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